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莎莎回来了 我给你们安排了 周五的晚上 你们两个在一起吃个饭 你一定好好给我表现 争取这次 把你们的关系确定 不是 莎莎谁啊 锦心投资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哪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这个我能不去吗 这个我能不去吗 你记住啊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搞砸了 万言集团那儿正好有个 保洁宫的位置空着呢 我给你留着 您舍得这么摧残我吗 喂 王姐啊 啊 万言心里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是吗 好 我知道了 一会儿到公司谈吧 你试试啊 看我舍得舍不得 走 周少 人到了吗 还没到 不如说马上就来了 车来了 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周浩 我知道 你怎么不给我开车门呢 你应该亲自给我开车门的 以前追我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呀 这叫做绅士风度 好 我下次注意 脾气还很好的 我蛮喜欢的 你有追到我吗 你也有追到我吗 我现在就在这里 有什么都连不去 我陪你 我认识 你俩会的 你俩咱们 你俩咱们 我感到我 就是你俩咱们 你俩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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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擦了一个月才包养过来的 真是没有办法 我就是皮肤太嫩了 讨厌死了 你看看 是不是啊 不好意思 那喇沫是什么呀 这个你都不知道呀 这是号称全世界最贵的面霜呀 一瓶也就两三千块钱 我用了六七瓶 也就一共花了几万块钱而已 是挺便宜的 尝尝吧 尝尝吧 这些都是尝尝最拿手的海鲜 菜都上齐了吗 汤和甜点还没有上 没胃口 你怎么一点 一点功课都不做呢 好过分啊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 我刚从澳洲回来 没有多长时间呀 我在澳洲的时候 天天吃海鲜 吃得我呀 就是一看见海鲜两个字 就想吐哎 你还请我吃海鲜 不错 你和我的口味很合适 我刚才让你点菜的时候 你说一切都听我安排 那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些呀 人家就是想考验你呀 考验你对人家 到底有多细心多认真呀 你现在是在追我哎 难道你不应该做这种功课吗 什么事情都应该替我想好啊 这还用说吗 不是 我说你 好了好了啦 人家第一次跟你见面 真的不想跟你吵架了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 下个月呢是我的生日 你就要好好地买一份礼物送给我 对了 一会儿呢 我叫人给你发一张清单 就把我所喜欢的礼物 和我不喜欢的礼物 都告诉你 这次你千万不要买错了 对了 不会主动索取 我会等着你给 我呢 因为我明白让你主动给我 比我豁上脸皮索取 对你更有吸引力 周浩 在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吧 你不可能再找到 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了 你早晚会发现这个事实的 其实呢还有 就是我喜欢的品牌里面呢 就是每一样都要很坚持 我知道你们家总三代 都是北方人 您能把那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吗 还有 我不管你十几年龄有多大 就您那长相 说说我妈表姐都有人信 您能不捏着嗓子 装老板凌智凌的行吗 我还有 我爸今天让我来追你 说白了 就是让我追你们家的钱跟实力 你爸让你来跟我约会 估计这目的也差不多 那咱就痛宽了 你而言嫁给我呢 我可以娶你 不过 我这不光心不会在你那儿 我这人也不会在那儿 待多长时间 我会去找我自己喜欢的人 你也可以去找你喜欢的 一句话 结婚证往爸妈那儿一拍 咱就算是交差了 您一样觉得可以呢 这事咱今儿就这么定了 您一样 你呀 寻定命 住手 这些都收了吧 诶 住手 你不用给我道歉 我一定不会远 我一定不会远 什么意思呀 你去死吧 这些都背中间叫你 你快要去ека 那我来过去 那我就是你救救你 我去救救我 我去救救她 我走你�대用他 我去救救我 我来救救我 你救救我 我去救救他 你救救我 我去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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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好 喂 在家吗 在 开门 你 爱过我吗 你爱上我了 你爱上我了 对